来到了陕西省的神木市 神木是一座县级市 它归于临时管辖 整个城市常住人口59万 它是我国经济市墙县 西部第一县 整个城区规模很大 这边主要产煤还有石油 这边的煤可以创造成一种 采200多年 在09年的时候 神木已经实施了免费的医疗 还实施了免费的12年义务教育 下边就是神木的城区 规模很大 我现在正在爬城区的二郎山 看一下神木城区边上 下边这个叫枯野河 城区规模很大 离这边十几公里还有一个神木高兴区 我昨天从包头坐火车到了神木西站 那个神木西站距离城区还有40多公里 穿越了毛巫苏沙漠才来到了城区 它那边一直前面都是城区 然后那个山后面也是城区 它不光是我国的经济市长线 也是我国采煤第一线 都是优质煤 从这边到布尔多斯的东盛 这一片 就是这座山一直爬到山顶 山上面特别窄那个龙脊 二郎山 这座二郎山上有一百多座古庙 距今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了 将近五百年历史 二郎山景区全景图 哇 这上面有好多地藏洞 八仙洞 张公庙 古佛寺 一直到最后面 娘娘庙 这个山神庙是最后的景点 不知道 九izzy salut 他的字不暫落 会 所以 对 二号山又被称作西山笔架山 这座山上的古庙建筑年代不祥 在嘉靖24年的时候重修过 距今已经有470多年历史了 山上面有儒道还有佛三教的一些寺院 上山上山 我已经到了半山腰 现在再往上爬 到山顶之后路就好走了 这里面都是一些石窟 再上 看一下石窟 地藏洞 张公庙 八仙洞 这边 走里面 这是组织 哎呀 这太逗了吧 抓紧时间六点多爬上去 然后 赶七点多爬下来 这座八仙洞建于1940年 八仙过海 看这些小洞 这边也能上去啊 这直接在那个岩石上面造的 哎呦 对面那个山上面也有寺庙 这座观音店建于名万里年间 已经到山顶了 风很大 从山脚下一路上来 等于说都是一些石窟 因为这边是直上直下的 有好多石窟 有好多佛像里面 有一些清代的 还有一些明代的古建筑 这个叫文思亭 都是有历史年代的 现在在二郎庙的位置 已经过了古佛洞 朝仙洞 现在正往龙武庙方向走 再往前 珠神殿 仙家庙 三教殿 然后倒座观音殿 祖师殿 一直到山神庙 出太阳了 挺好 二郎庙实践于名正统年间 经过万里 清乾隆 还有道光 相继古修 现在从有正殿 左右偏殿 还有钟楼和山门 这些古庙 房屋都比较低 毕竟在山的位置 但是很精致 这个照壁上 是九龙 治水 红龙庙 这些好像都是青铜造的 风调雨送 这边反光 我刚才去了高家埔 这一路上 山上有好多这种古庙古寺 神龙这边 上山之后都是平路了 一座庙连着一座庙 就这样 城区太大了 一眼望不到头 虽然只有五十多万人口 这个叫珠神殿 它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山盟 一座庙套着一座庙 看这个山顶 就这么窄 哇 这个山其实挺简单的 站在山下还挺高的 其实爬的话特别简单 仙家庙建于明代 虎仙 由此进入后山 这还这么长 草帅了 我以为读完了 看那个后边 哎呀 等说下雪 然后再爬山 那还远着 道座观音殿 座北朝南 这座寺院 建于明 家境年间 刚才是从上面下来的 从那个山下上到山顶 然后从山顶走一段 再下来 到后山 这后面才是金华 哎呀呀呀 哎呀 别急别急 上去 上面有好多这种天然的小石窟 这和华山差不多 这和华山差不多 哎呀 上去上去 哎呀 上来了 整座山都是石头山 有好多石窟 好多台积都市 直接在这些石头上造成的 这都是一些古寺院 规模庞大 后边在施工 只能到这个玉皇殿了 过不去了 后边 这个玉皇殿应该是最高的一座建筑了 雷雨天涕 请勿逗留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他这边给挡死了 过不去了 你只能逛完这边之后 后边再去不了了 像这些 西岳庙 娘娘庙 山神庙 在施工 这边 这边是也是最好的 这边就让我来 江湯 这边是在酒店 的 你 是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